这里就是八树县的县城 没什么人 都是一些住宿酒店 还有一些餐馆之类的 没几个人 现在到达八树县 一个美丽达专门店了 就是修自行车的 然后我自行车现在要大修了 什么都得换 然后装备全部都卸下来了 外台内台全部换 服条断了两个 老板在帮我矫正 还有这个他的钢圈也严重变形了 变形的很厉害 前轮没事啊 带的太重了 总共多少钱 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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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一个给他加上 研究一下吧 这一个胎 一个外胎一个内胎 两百七 好 行吗 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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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是 微信 要换单人件 都磨成片了 是吧 哦 办法 那是去找个 录影地吧 老板刚刚说这个宾馆 单人件的四十块钱 就是没有毒味的 我感觉还可以吧 刚刚在那边买了点水果 就住这里了 就是没有毒味 还行吧 现在是 晚上时间六点多了 也懒得去找录影地 哦 还有WiFi 挺好挺好 这边的价格不便宜哦 这煮肉片要六十八块钱 这煮肉片要六十八块钱 点了一份水饺和那个 香菇炒肉片 今天想算喝到饮料 这个饮料我觉得喜欢的 这本才卖三块钱 就是能够 比利利利的便宜 利利那边这种东西 要卖三块五到四个 还有水果 觉得贵的 味道好 哦 烫了 这个 这个 全锅肉片是 三十五块钱的 然后这肥脚是 二十块钱的 咸的 味道不错 是数捅 是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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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就要爬那个 海旧拉山是68公里起步路 应该有点苦 味道真的还可以 我们这边就是那个意见和这个饭店是一起的 然后那边呢吃的全部到这边玩 也是非常方便 煮菜猪肉馅 吃的还是不少多 我满足了 我满足了 吃完了 我现在已经吃好饭 然后回到了宾馆了 这个宾馆真的是还可以 40块钱真的是便宜 确实可以吧 本来呢今天是不打算住宾馆的 老板就是感觉非常的友好 就是询问询问的 然后我就住下了 反正40块钱也不贵吧 今天呢其实错过了好几个录影地 就是那个水 假如有那个水干净一点 我肯定就在那个铁壁房那边住了 然后在进城的时候又发现一个还是不错的那个录影地吧 我也没有住 主要是为了修自行车吧 现在自行车都修好了 那就心都放下了 好了 那然后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先洗漱一下 然后就做视频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我先洗漱一下 感谢观看